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席好 我刚刚在听王委员的咨询 在业党长在业党短 然后好像也不是在咨询里 好像在咨询在业党 然后马总统在跟习近平见面 也把飞弹的这个问题 说这个是反对党 常常用来批评两岸关系的口实 我觉得好像民进党是执政党 国民党好像是在业党 好像对这个飞弹有意见的是民进党 不是所有的台湾人对于中国的这个武力犯台的企图 跟他的这个飞弹的部署有意见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人是失格 我这个先序名再先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刚刚我们外交部跟陆委会都有提到 世界各国的这个评价 那我就念几个给部长听 时代杂志 中国因解除对台武力恫吓 法新社 台湾民主是抵抗被统一的防火墙 美国CNN 马席会表面意义大于实质结果 纽约时报 会面没有称总统 也没有国企 苏黎世报 马席会是虚伪的和平 日本NHK 马席会代表国民党不是台湾 东京新闻 一个中国论述 无视台湾的民意 难得找报 虚伪的双边会议 独卖新闻 中国离间美国跟台湾的关系 USA Today 习近平暗示对统一的期望 德国第一电视台 只有傻瓜才会相信北京 好 那你们有你们的一些媒体的看法 但至少这些主流媒体 我还是要把这些媒体 这个 像主委报告 也许你比较忙 但是也希望把这些意见 也能够转达给这个国安高层 国安会跟总统来作为判断的一个依据 不要只听自己要听的 那别人讲的 不喜欢听的就不听 那这个 下面的人也许会锦上添花 但是不喜欢这个 这个良药苦口的这种建议 我还是觉得说 总统在做判断的时候 还是要有所清楚的一个 了解 恐怕是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 做法 我相信马总统也不是一个喜欢 这个被拍马屁的人 他应该也是要好好的来诊酌 所有的这个 整个国际媒体跟台湾 整个舆论的一个声音 那接下来我就要进入我的咨询 我们绝对会把这些社会媒体 这个 这个主委 这个刚刚啊 你在答复庄瑞雄委员的时候 特别提到说 这个 相关的这个筹备的一个工作 那一开始去的时候 你们也备妥说在 这个会议的一开始的几个剧本 你们有很多的一个剧本 所以呢 在2015年11月7号 下午的3点28分 中央社就率先发出了第一个 上面那一个 巩固九二共识维持和平现状 他就没有所谓的这个 一个中国原则达成的九二共识 简称九二共识 他就没有下面总统正式的一个谈话 我请教第一个问题 上面这个版本你有没有看过 你不是有很多剧本吗 那上面的版本你有没有看过 因为当时我在 我人在那边 有很多的协调工作要做 我时间很宝贵 不然我会跟主席要求延长时间 你有没有看过中央社的这个版本 我那天下午没有看到这些东西 有吗 我那天下午没有看到这些东西 没有 你也没有看到 那以后大概有几套剧本吗 对不对 所以你们会根据习总书记 或者是习主席 他的一个谈话里头 然后去当总统坐下来要谈的时候 你就把你们应变的剧本 就拿给总统吗 是不是这样 总统到新加坡的时候 我就有当面跟他报告了 不是啊 所以你到的时候 你就知道习总书记要讲什么吗 对不对 习近平要讲什么 有大约的方向 所以你知道他不提一中 他不提这个 这个所谓的相关的 这些比较敏感性的字眼 他们有做这样的表示 有嘛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很显然你有跟总统报告 那总统要讲下面的这段话说 一个中国原 达成的一个 一个中国原则达成的 这个共识 叫做九二共识 这段话 你 总统讲之前 你知不知道有这段话 我 我讲这段话之前 我并不晓得完全一样的字眼 不过总统的意思 当然大家都很了解 是为了把这个题目带出来 我只问那句话 海峡两岸在1992年11月 就一个中国原则达成的共识 叫九二共识 这段话 你知道总统要讲吗 不 我们在之前准备的稿子里面 有没有这段话 有很多 把这完整的讲很多 可是因为后来时间的限缩 以及双方的了解 我现在只问你 这一套是不是你们的剧本 有做一些改正 有做一些改正 原来是什么 原来是什么 为什么后来就变成一个中国 原来就是把一中个表 能够完整的说出来 所以你要总统讲出来之前 你完全不知道 总统把个表拿掉 你都不知道 我不晓得他会用什么一个方式 具体的文字 所以你们所有的剧本里头 有关这个九二共识 都是一中个表 是的 所以这段话是 总统把后面的字漏掉 简单讲是这样 所以这个答案揭晓 不是漏掉 而是说我们小 这是你刚刚讲说 把它节省掉漏掉 我们要在后面 在正式会里面 做完整的叙述 这个是你事后在讲 这是事实 因为总统在讲完 你刚刚有讲 你刚刚有讲 这个是说等一下我会做说明 你等一下 你自己回去调 你刚刚跟我答询的一个内容 你刚刚讲说 本来的完整讲法 都是有一中个表 大概意思是一中个表的言论 是后来把这件省略掉 你是事后才知道 总统做这样的讲话吗 总统有在说 我等一下会做完整的说明 我知道 总统 在之前 我现在在讲他讲话之前的这些所有的谈话 对不对 他讲的这段话 他讲的这段话是公开讲的 所以你刚刚讲 我再重复一次 我讲错你指证 是你要进去的时候 你知道你们有很多的剧本 剧本里头大概都是说 假如讲中国有不同的反应 那讲到一中原则 或者是说讲到其他民感 我们的剧本 九二公式就是一中个表都有 但是最后 总统讲的时候 把后面这段话去掉了 那到进去的时候 总统再做一些 更进一步的衍生 对不对 所以是马总统 在国际场合 一开头 总个表 这个主委我讲 董剧本的这个推演 都不管中国讲了 讲了一中原则 要讲了什么 都还是有个表 结果答案揭晓 就是中国没有讲一中原则 我们自己讲 这个就是一开头的结论 第二点 我们必须讲 这个他在说得很清楚 他要再等一下 会有完整的说明 这个是他跟你讲的 不是 他在稿子里面有的 他带的稿子里有的 他带的稿子哪里有 他带稿子哪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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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公开的稿子说 他讲什么 两岸关系处于666年 这个部分等一下 在会谈的时候 我会再做进一步的说明 没有错啦 我以为你说 这个一中各表 等一下各表 我要进去表 他在讲九位共识那一部分 他会讲 等一下在会谈时 我会再做进一步说明 所以你一开始 一开头的 这个会谈里头 你进去就是讲这个 没有各表 这个非常清楚 对不对 这个也不是你剧本里面 是马总统自己讲的 你不要陷害马总统 我跟你讲 你刚刚讲的话 你不要陷害马总统 假如说你们的剧本里面 特别有讲到这样的话 建立的人 我要问建立的人是谁 那假如没有的话 是马总统做建立 马总统要负责 简单讲是这样 马总统对一中各表 他在后面的公开 这正式会议会讲 我现在就要讲闭门会议了 过来双方 双方就把话 就开始了 马总统就讲20分钟 习近平就讲20分钟 我请教 马总统在讲话的时候 他的稿子里头 他是看稿念吗 还是有谈餐 有没有 原则上是看的稿子 原则上是看的稿子 那你事后 你听录音带 你的记录 跟原来的稿子 有没有差别 你告诉我 大致是一样 大致是一样 讲到 我问一个重点 讲九二共识那一段话 是照稿子念吗 是的 没有错嘛 对不对 对 那 好 马总统就讲了 所谓的这个 当时在1992年8月1号 这个1992年11月 双方海基海协来函 所提到的 这个我们第三点的表述说 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 但赋予的含义有所不同 对不对 他就讲到这样 没有错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九二共识所讲的 所以你刚刚就讲到你们 后面还有讲很长一段 我知道下面这个我省略了 内容是如何如何 我请教一下 过去 你刚刚在讲说 马总统外用 很用 第一个 你现在不可以说中华民国 那吴雨昕马上打脸 说有啊 人家朱立伦就讲了啊 中华民国这个1912年 孙中山创立啊 这个他讲的中华民国啊 我的意思是完整的 把牛二共识全部说出来 你听我讲完 讲中华民国的部分 朱立伦是最后去讲了 两岸同属一中 含义不同 对不对 这个自限一中的框架 对不对 马总统中华民国没讲 他是讲中华民国宪法 这个我姑且不论 但你不要讲说 哈 国民的这个 马英九到现在我才吓一跳 你知道吗 说过去啊 从过去到现在 几次的会谈 2013年2月 2013年6月 2014年2月 2015年5月 2015年11月 所有的这些国民党的政要 没有人一个人 在习近平面前 讲过一中个表 我说这么完整的 完整的 你现在告诉我是没有 我大人在吓掉 你在提醒国人注意说 原来国民党的政要 到习近平的面前 没有一个人敢 敢讲一中个表 我的意思是 没有一个人在前面 把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宪法 你在提醒我们 原来一中个表 一中个表 全部的精神讲出来 我说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可以 把在这个中国 中国大陆领导人面前 讲出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宪法 以及 以及 九二共事一中个表 完整的说明 你早上讲过 你不要跳针 你知道我 整个曲解我的话 主委 你注意听我讲 这个才是关键 我把他所有的习近平 面对的 这些国民党的 这些高官政要讲的话 从2013年 这些高层会谈里头 你知道一开始 都在讲一中框架而已吗 连战 他只是跟你讲一中框架 九二共事一中框架 吴伯雄讲 同属一个中国 一中框架 连战在2014年 讲一中框架 朱立仁去的时候 大陆跟台湾 同属一个中国 你知道 马总统这一次碰到习近平 马总统 你刚刚讲的 代表台湾 结果是被习近平打脸 最严重的一字 习近平讲了什么 你讲了九二共事 不痛不痒了九二共事之后 习近平马上高分被 表明 台湾跟中国 大陆 同属一个中国 中国的主权领土 完整从未分裂 两岸同属一个国家 两岸同胞 同属一个民主 历史跟法理 未改变 也不可能改变 所以他话讲最重 我问你你再讲 我问你再讲 马一讲完 习打脸是打得最肿的一次 他讲的话 是最历次所有的国民党的高官 或者是说相关的这一个政要趣 马总统用总统的身份 你刚刚讲的 结果去被打脸的最严重 马总统有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 我问你 马总统 习近平打脸完 两岸的基本立场是 本来就是不一样 要利用这种机会 非常坦率地把立场说明 我的意思是说 习近平打脸完 这些话你不同意吧 两岸同属一个国家 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成 不容分割 法理上也从未改变 这个你同意吗 我们并不当然同意 我们并没有说 经过这个一人一个的对话 那你不同意 就把问题解决了 习近平你不同意啊 这个我支持你了 但是你为什么记者会总统不讲 会后记者会总统不讲 你被打脸了以后 张志军出来 不是只有马总统出来开记者会 张志军出来开记者会的时候 公开向世人宣誓 中国的领土主权 完整不容分割 两岸同属一个国家 我们也公开的讲 为什么记者会马总统不讲 我们也公开的讲 马总统为什么不讲 你为什么不讲说你不同意 马总统为什么那三个字 不同意他不讲呢 我们只叙述我们的部分 你叙述的部分 马总统的不同意见 你也不敢讲 这个习近平的打脸的部分 你也不敢讲 闷不吭声地回来 是他们不同意的部分 我们了解 我们讲的部分 他们也不同意 我相信 我做发言人的工作 在政府部门 不管是在行政院总统府 或在地方政府 在国会服务的经验 我不会比你短 在总统府也好 在行政院也好 你职务比我高了 我没有没有 这不是在跟你讲职务的问题 这个主席他一直在抢我的话 所有的这种正式的外交的记者会 我们一定会派人去听说张志军到底是讲了什么话 你回来 他假如不对的地方 你在记者会你就要公开的反驳 有六百 你自己讲的 有六百多家国际的媒体 站在那边看我们马总统怎么去回应 习近平或者张志军当时的一个讲话 结果就有关我们的主权 有关台湾的尊严的这个部分 我们闷不吭声 回来你今天到国会的时候 你才讲说 习近平的话你不同意 你现在回来你刚刚讲的 你才你说你不同意 我真的是觉得很失望 我们当时讲到一中各表 我们讲到我们的宪法的时候 你不是跟着我讲 你在这边老调同台 你应该要在全世界所有的媒体里面 讲到说习近平所讲的这些话 我们不同意 我最后的时间主席站起来 最后问一个问题 那一中原则有没有达成共识 张志军在新华社接受专访 就讲了 这个我们一中原则 我们讲一中各表 我们讲一中永远是指中华民国 你告诉我 一中原则有没有达成共识 我们没有讨论一中原则 一中原则在1992年的时候 没有 我现在不在跟你谈 你这样会议结束 张志军他跟你地外对等 他对外在接受新华社专访的时候 他说一中原则已经达成共识 没有 没有达成共识 我们就是92年的那个共识 各自表述 那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我公开的地在这里讲 针对一中的原则 在92年的时候 在92年的时候已经达成共识 就是一中各表 92的共识 所以主委 所以我们这一次没有针对一中原则 做详尽的讨论 主委 你在这边讲都太慢了 就好像你刚刚讲的 你应该是在发言 在记者会的时候 你要提醒马总统 我们的立场外界非常清楚 总统为什么让人家觉得说 这一次的出访里头 他的一个表现 为让人家觉得失望的原因是在这里 因为他没有对着所有的国际社会讲 说我们中华民国做一个组成 国际社会到现在基本上都是支持的 这个才是让人家彻底失望的一个地方 好 谢谢 主委刚才 陈委员最后提到那个部分 关于您不同意这个国台办的张志军 对于一中 这个一个中国原则的 这个说你们达成共识这一点 我是建议陆委会要发个正式的新闻稿 做回应 因为我们这次并没有针对一中原则 做任何的讨论 没有做讨论 但是他已经定调 就是这个时候大家会看你们的反应 好不好 谢谢 好 我们接下来请罗淑雷委员 罗淑雷委员 罗淑雷委员不在 游美女委员 游美女委员有八分钟 谢谢 主席还有我们所有在场的委员 以及我们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 大家午安大家好 主席我是可以请我们的下主委 请下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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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下 정말 请下主委